我們帶你來看一下 今天其實感受上 真的比較偏涼一點 尤其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這個平地的最低溫出現在淡水 只有12.5度而已 而且在桃園新屋這邊 也只有12.6度 尤其像現在來看到 在新竹這裡也只有12.8度 感受上真的比較冷一點 還有像北部地區13.5度而已 那其他的中南部地區 大概也都只有15 16度 今天主要就是因為 封面通過的影響 而且又加上了 整個大陸冷氣團南下 所以今天會感受上是 又濕又冷的 提醒觀眾朋友 等一下要外出兩件事情 首先要記得戴一下您的外套 再來第二件事情是戴雨具 因為今天整個北台灣地區 感受上是偏冷的 而且還會下雨 接著我們帶您來 看看地面天氣圖 我們要從地面天氣圖上面 先來注意一下了 主要就是因為封面通過的影響 所以讓今天北台灣地區 尤其是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感受上都是比較多雨的 特別要注意一下了 尤其像是在基隆北海岸 以及整個東北角這一帶 今天的雨的感覺上 下雨會下得比較久一點 感覺還是會想讓整天 一整天都濕濕涼涼的 另外還要特別留意了 就是因為整個大陸冷氣團 南下的關係 所以今天溫度 也會像溜滑梯一樣 整個掉下來 跟昨天比起來 其實溫度少了大概七 八度 北台灣的溫度預測 其實白天大概是 16到17度左右而已 而中部南地區大概中台灣這裡 大約會是21到26度 其實感受上會是比昨天 還要舒適一點點的 但是北台灣的朋友 今天沒這麼幸運 因為今天真的感受上 比較冷一點 又會是濕濕冷冷的 所以提醒您特別要注意 剛剛已經提過了 外出兩件事情 外套跟語句不要忘了 接下來有不可不知的兩件事情 還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首先要帶您來看到了 因為今天在整個台南以北 還有離島這一帶 都是東北風增強的 而氣象局也特別發布了 強風特報 尤其是9到10級風 尤其是這個沿海地區 如果是要海上作業的朋友 海鮮活動一定要特別在小心 另外最後一件事情 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 就是星期二跟星期三的晚上 這個體感溫度 都會大概只有9度 因為氣象局預估 這兩天的晚上只有12度 可是體感的感受上是 所以觀眾朋友們 今天跟明天晚上要外出的話 或是下班下課晚回家 一定要記得多做好保暖的工作 而且因為濕濕冷冷的 所以雨具的部分不要忘記了 而這一波冷的感覺 會一直持續到星期五 星期五才會慢慢的回溫 但是到了星期五 其實整體的感受上 都還是有點這樣子濕濕偏涼的 只不過這溫度會稍微拉回來一點 不過還好228連假 其實只有一點局部的短暫降雨 所以觀眾朋友們這一波冷 也會到星期五 提醒您要先多做注意 以上就是我們整理的天氣資訊 以上就是我們整理的天氣資訊